前掠翼技术源于苏联时代性能依旧稳定谱写了一代传奇 至于苏联的前掠翼技术则可追溯到1933年左右 那时期世界上普遍流行一种滑翔机热潮 而新称的苏联则更是如此 但是在之后的苛刻截别利 苏联举办的滑翔机大赛当中 BP-2不仅仅飞上了天空 而且还展现出来了极其优异的低空的稳定性和良好的可控性 或许是由于在天空中翱翔的BP-2 看起来还真的是有一些像起舞的蝴蝶的 所以当时苏联人就把BP-2的设计称之为是叠式设计 总之当时这架战机是将设计师的才能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 总的来说 尽管外形上颇为相似但数据上还是有相当差别的 其中最主要的是发动机布局 V1号采用的是四台发动机 其中两台置于机身 两台挂在翼下 但在气动力作用下会扭曲变形 机翼上会上翘 由于上翘所带来的机翼引脚增加会导致生力进一步增加 使机翼上翘的更明显 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机翼的结构弹性尚未维持机翼稳定 继继续